而走紅,再誤打誤中當選,成為貼地總統,帶動改革 澤連司機因為這套劇集而為人熟悉 人生亦好似氣中發展,帶著高人氣參選總統 被對手評擊他是政治素人,沒有公式經驗 他坦然不是政客,只是來打破制度的平凡人 郭文將信任一票投給這位政壇新兵 2019年4月第二輪投票,他以壓倒性超過七成得票 擊敗爭取連任的波羅生科 踏上從政之路,當時或者沒有人猜到 出生在烏克蘭中部知識分子猶太家庭 讀法律和投資演藝的澤連司機,選擇從政之後 會成為國際政治舞台主角,甚至抗陷俄羅斯強引總統普京 澤連司機的魅力之一,是很清楚如何表達最能夠和人聯繫 普京出兵烏克蘭之前,澤連司機說普京不聽他的電話 他以自己的母語、俄語向俄羅斯人民喊話 戀愛 が了解每個人的確保持 安全,能夠為誰 任何人 誰對此最多的傷害? 人 誰對此最多的傷害? 人 誰對此的傷害? 人 到敵人兵臨盛下 導彈砲擊落入國土 自己還成為俄關頭號目標 44歲的習年司機 仍然拒絕美國協助撤離的提議 不做逃亡總統 他日夜在總統府外面接拍 表明與國民同在 堅決不投降 我在這裡 沒有任何衣服 我們不能支持 我們會支持我們的國家 因為我們的衣服是我們的真正 我們的真正 這是我們的土地 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孩子 我們都會支持 他在暖亂時刻仍然勇敢 不妥協 擔著永不言敗信念的人民公佈 極勵國內外的同路人 習年司機就職總統時話過 適合盡力令國民風笑 以後會竭盡所能令國民不用哭 有線電視機就在國師瓦那裏 一室回來會有其他新聞 稍後見 都會有其他新聞 感谢观看